小哥 小哥 吃西瓜吗 小哥 你怎么又来了呀 我今天约了朋友见面 今天没什么人啊 正好 没什么人 我聊天更方便 您好 您好 要一杯美食 谁啊 没谁了 我最讨厌那个 李贤贤他男朋友啊 走 这看着还行啊 没像你说得跟变态一样 这就还行啊 你瞎吧 这就还行啊 那你觉得李贤贤得找个什么样的 你才满意 李贤贤找什么男朋友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还没到年纪 他又不大 他先事业为重 那你的意思就是 他不需要找个人陪吧 有人陪他 我和林荣以后都陪着呢 腾中干吗 你在国外 没交个女朋友 开什么玩笑 我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也没有喜欢他 我哪有时间喜欢别人啊 就等着回来找李贤贤 对 换了 换什么 你把话说清楚 你 喜欢你没 我怎么能免起来 别 Tok是否认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无时无刻地都在想着她 然后对未来的规划这边也有她 而且只有她 除了她别人都不行 去你她能能一样吗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就觉得挺好的呀 你要跟李健健结了婚了 你俩就在一个活本上了 你不要把自己 局限在固扰的思维里边 你还个角度想想 你所有重要决定的动机 是不是单纯的 我 我有什么什么动机 我就是单纯的对她好 你合着他们说 你是倒叉门的童养夫 这不是开玩笑啊 这是你人身定位啊 总带 你怎么话这么多呢 你写 写个东西写不死你 干嘛 写 写 写死 写死 小哥 哥 今天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没有 手机也打不通 微信也不回 她到底怎么了 我 我不知道 我进去洗澡吧 你是不是脑子里边 无时无刻地在想着她 然后对未来的规划里边 也有她 而且只有她 你 喜欢你没 小哥 小哥 吃西瓜吗 我 我去穿衣服 那不是 哥的 你 谢谢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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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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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收拾这个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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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小哥 你 你说哥手机是不是摔坏了 不会那么巧吧 他不是明天下午就回来了吗 而且他还是请假出去的 那他怎么微信都不会 被微信的时间总有 可能是因为不方便呗 再说他还要和他妈和他妹妹 都是都有的 对吧 那他要是度不过呢 度不过以他的性格 游都得游过来 吃吃瓜 是我的手的 走走走走 我再去拿一个 你给你住啊 嗯 谁要吃你那口水 非光条 吃点啊 是 没光条 吃点啊 那幷妹 我们再来点干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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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呀 咱们那小渔村啊 就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 长得个仙女似的 我还想呢 她怎么就看上你爸了呢 后来呀 拿了你爸的钱就走了 你妈找着了没有啊 没 也是啊 找她回来干什么 年轻的时候 不管孩子 现在姥姥要你伺候了就回来 想啥好事呢 紫秋 你可不能没良心啊 要好好孝敬你爸爸 我知道二婶 你放心吧 找对象了没 没呢 李贱妹妹怎么样 倒插门多好啊 知根知底的 她呀就小时候长得丑了点 现在呀女大十八遍了 二婶 我哪里丑 不丑不丑 就是黑 你刚生下来呀 黑得跟快碳似的 看照片也不黑呀这 照片哪看得出来呀 小剑 姥姥姥叫你呢 姥姥姥 姐姐 姥姥姥 我让你老看见 你看看 咱剑变成大姑娘了你看 你看 剑变 那个是你哪个哥哥呀 那是我小哥紫秋 你小哥哥不是认回他亲爸了吗 听说他们家特别有钱 当时还打着官司呢 怎么就弄让他回来了呢 你呢 他跟那边不亲 那就对喽 你爸呀没白疼他 对对对 没白疼 那你大哥哥呢 什么大哥哥 邻居家楼上的儿子 从小在海曹哥家长大的 连邻居家相事都管啊 管啊 海曹哥人好 小剑剑啊 你爸爸是个好人 你看 你爸为了你 都没给你找后妈 是 你呀 以后得好好孝顺你爸 赶紧结婚 生个孩子 你让你爸高兴高兴 这个随缘